大家好,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姚明身高2.26米,拥有小巨人的称号 这样身高在普通人看来,已经是很高了 只要他往人堆里一扎,几乎是高出大半个身子的 与他说话全程都要仰着头 但也只能看到旗下巴而已 然而还有一个人,能让姚明在他身旁就像一个小个子一样 这个人便是晚清巨人詹石差 古文记载,他身高亦有丈鱼 普通人一般也就到他的腰部位置 有人说,詹石差不到3米 也有人说,詹石差的身高是3.19米 那么,长得比姚明还高的詹石差到底有多高 他的子女后来生活如何呢? 一,晚清巨人,高大无双 詹石差的巨人身高是有遗传因素的 他的父亲和兄长身高都很高,都超过了2米 据物园县制记载,詹石差的父亲叫詹真重 詹真重确实如他的名字一样 小时候的体重就重于常人 他还没有满月时,体重就达到了30斤 宛如6岁的儿童,成年后的身高有2米多 詹石差的兄长叫詹石中 因身材魁梧,碧莉惊人 尤经河南时,被宝举成为6品贤 而詹石差的身高,更是超过了他的父亲和兄长 根据记载,在詹石差一岁多的时候 母亲带他去元宵节的庙会 逛着逛着肚子饿了,便吵着母亲要奶喝 于是就站在母亲身前喝奶 众人看见了纷纷呵斥 而他的母亲面对众人指责 连忙解释说,我的孩子虽然长得这么大了 其实年龄还没到两岁呢 还没有断奶,大家不要吓着他 相传,詹石差能达到如此身高 可能是一种怪鱼造成的 一天,詹石差抓到一条奇怪的鱼 他煮后便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结果就生病了,躺在床上不省人事 这一躺便是两个月 当他醒过来时 他发现自己的身高长高了许多 从那个时候起 他每个月都会长高半英寸左右 但其实,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 詹石差的家族确实有常人的基因 但与实用怪鱼无关 怪鱼只是一些人捏造的传闻罢了 1860年 太平军和清军在辉州一带交战 乡里人怕战争多急 都逃离家乡躲避战火去了 只有詹石差还留在家中 当太平军和清军经过他的家前时 詹石差就站在门口 不管是太平军还是清军 看见他身材十分高大 都心生畏惧 没有一个人敢进入其家中 当时,徽州一带的房子普遍五米高左右 詹石差一站起身子 头就超过了房子一半高度 而他家的门是三米多高 不然进出就要弯着身子了 另外,为了匹配詹石差的腿长 他家的门槛也是经过家高的 詹石差睡的床是一张两米多的大床 家人将脚踏的床头板锯掉 然后用一个大箱子拼在床尾组成的 他用的桌子也是一个两米高左右的大柜子 詹石差平时就坐在一个高高的板凳上读书写字 到现在为止,詹石差的故居大致保存完好 二,洋人向众,出国谋生 詹石差长大成人后 跟着兄长到上海的一家制墨厂当起了制墨工人 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 过着平凡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一个洋人的到来 改变了这一切 这个洋人是一个马戏团的老板 当他看到詹石差的时候大吃一惊 他不知道世界上竟然有人能够长得如此高大 震惊之余 他便想邀请詹石差加入马戏团 一起到全世界巡演 并称会给詹石差丰富的报酬 詹石差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 他跟着马戏团一起周游表演 马戏团是以世界第一告人的标语来进行宣传的 在马戏团进行表演前 一般都会张贴詹石差的巨型画像 并打上标语 用以吸引观众 詹石差在欧洲巡演了几年 积累了一定的人气之后 便开始在亚洲的一些城市进行巡演 1872年 詹石差在日本进行表演 当时的上海申报报道 称马戏团进行表演时 有四五千人进行观看 把会场围的水泄不通 在日本表演之后 詹石差又到了香港进行巡演 当时观看表演美人收音源半块 但是观众还是络绎不绝 争先恐后的进行观看 1880年 詹石差来到美国 一位俄亥俄州的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但是在这个专访中 詹石差称自己来自北京的一个商人家庭 非常富裕 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当记者问詹石差的身高是多少时 詹石差拒绝回答 并说明了理由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 人活着的时候是不能测量自己的身高的 如果测量了身高 那个人就会马上死亡 所以他不知道自己的具体身高 只给记者报了一个模糊的数字 大概9英寸高 即大约2米7左右 因此 有人说他3.19米10位谣传 在采访的过程中 詹石差向记者透露 说自己因在欧洲和澳洲的君主面前展示 而受到他们宠信 说着 他便向记者展示 手上戴着的欠着宝石的戒指 这是俄国沙皇赠予的 还有其他的几个宝石戒指 是印度王公 澳洲市长 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统治者赠予 他还有一个精致奖章 是柏林博览会颁发的 旨在表彰詹石差是这段时间内最高的人 这时候 詹石差已经掌握了十门语言 其中包括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 但根据中国史的记载 常人詹武 《徽州农家子》 说明詹石差的老家是在徽州 并非是在北京 且他出身农民家庭 而不是商人家庭 而且詹石差在采访中 拒绝说出自己身高的理由 也比较勉强 所以后世有学者推测 詹石差此时已经是化了包装合作者 在对自己的形象进行商业化包装 他采访中所说的收到珍贵的财宝 以及掌握了十门语言 也可能是商业包装的一部分 由于詹石差要经常往返于国内和欧美 他经常会带一些商品进行倒卖 加上巡演所赚的钱 詹石差一举成为当时的妇人 所以说 詹石差不仅身材高大 也有一些经商的头脑 等詹石差不进行巡演之后 他在英国开了一家兜售茶叶 和中国珍奇物品的店铺 开启了隐居生活 三 娶养女人 生儿育女 在娶养女人之前 詹石差的原配是一位中国妻子 名叫亮福 亮福也像传统的中国妇女一样 缠着小脚 随同詹石差来到海外 在英国 詹石差算是一个小名人 詹武 詹石差的乳名 这个名字更是唯英国人耳熟能详 根据尤亨德利中记载 一位在英国旅游的中国人 头果不禁在街上走着 咋一看像一个妇女 一些五六岁的英国儿童不能分辨 碎指着他说 詹武的wife 由此可见 詹石差在英国的名气之大 连他妻子的形象 也为普通大众所熟知 1874年7月10日 申报对詹石差的欧洲之行进行了报道 说他经常出入海外 凭借出奇的身高赚得不少钱财 然而 一次他从海外回国时 所有财物却被海盗洗劫一空 他的中国妻子也死于非命 良人为了詹石差能够安心留在英国 并继续通过表演为他们赚钱 就疯狂地为詹石差作媒 在一年秋天 詹石差与一位英国女子举行了婚礼 这位姑娘来自中产家庭 小詹石差八岁 举行婚礼当天 全程轰动 一个原因是詹石差 是家喻户晓的名人 另一个原因是 大伙儿也想看看 一位中国巨人和英国姑娘的婚礼上 能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婚礼现场来了许多人 很是热闹 詹石差和妻子坐着马车进入礼堂 两旁的人们一边欢呼一边高洒花瓣 在婚礼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趣事 当牧师说完新婚试词之后 就到了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亲吻对方的时候 当时詹石差俯下身子去亲吻新娘 却亲吻不到新娘的脸 而新娘点起脚尖 却只亲到了詹石差的下巴 有人打趣道 新郎要亲到新娘的脸庞才行 这下子可为难这个高大哥了 这时有人给他出主一道 可以抱起来亲 詹石差突然明白了似的 抱起新娘来进行亲吻 由于她的身材太过高大 新娘就像一个小鸡一样被拿起 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后来 这件事被英国多家报社进行报道 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詹石差娶了英国妻子后 生有两儿一女 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詹石差的高人基因 在这一代并没有得到遗传 他的儿女们并没有他那么高 中年以后 詹石差的健康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患上了肺结核 于是他搬到了英国的南部城市伯恩茅斯 那里空气清新 或许对他的健康有利 在伯恩茅斯 詹石差都会穿着长长的鲜艳的中国服装 售卖一些中国的古丸 后来 他的妻子去世 詹石差伤心欲绝 在1893年也随之而去了 据伦敦晚报报道 詹石差的去世年龄为50岁左右 女妻子安葬在同一个墓地内 随着时间流逝 人们也渐渐淡忘他 而埋葬他的地方也渐渐被人们遗忘 而詹石差的女儿 虽没有继承父亲的巨人基因 但还是长到了1.8米的高个 大学的时候是篮球校队的主力 他女儿小学时就生长迅速 小学还没毕业 身高就达到了成年人的高度 不过詹石差没有教过他女儿学中文 所以他只懂说英语 并且对中国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成年后 其在一所中学当体育老师 一生都住在英国 没有来过中国 詹石差的一个儿子 算是遗传到一点父亲的身高 长到了1米9左右 这个儿子也不会说中文 他在长大之后做跨国商业投资 全球活动 詹石差的另一个儿子叫詹泽纯 詹泽纯并没有遗传到父亲的身高 成年后仅比普通人高了一点 为1.8米左右 詹泽纯曾在英国住户领事馆工作 负责中国和英国的新闻发布 詹石差告诉詹泽纯 自己的老家在回州 詹泽纯后来曾回老家探过亲 但是当时他的书版 由于做徽莫生意扒了家 害怕他回来分割财产 所以没有与他相认 詹泽纯吃了闭门羹 便离开了老家 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了 詹石差作为中国 乃至世界文明的高人 从古至今 被人们津津乐道 翻起他的事迹 除了他令人称奇的身高外 倒也能够窥见当时全球相通 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身影 参考文献 文史去录 一看就停不下来的大清市 世界之最 中国奇异文件记录 辉州古村落 五元的桥 老上海华阳婚恋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